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是想和大家一起unbox這一盒東西 就是Lush寄來的聖誕節collection 但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我現在在梳化上 全身都貓毛 因為給你們看一下 這隻貓呢 完全太阻礙我拍片 我會很快地和大家unbox了 裡面有什麼給大家看一下 另外product的details 我會寫在info box 我就不會詳細說 因為我免這個video太長了 本來我想在IG做live 和大家一起unbox 但我在IG問了你們想看 IGliveunbox 還是youtubevideo 你們就回答我youtubevideo 所以我今天 squeeze out了一個時間 快快去拍完這條影片 然後我就上班了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有一條繩 其實你知道Lush的東西都很香 我聞到很大股味 大家都知道我其實也是Lush的fans 那以往我都買了他們很多product 他們都偶爾會傳一些product 給我 但其實我還有很多 他們洗澡的東西在家 最喜歡用的bath bomb 已經用完了 看看這裡裡面有多少個bath bomb 這個盒呢 其實先研究一下 好像是這樣拿起的 我看到別人的照片是這樣的 哇 接著它這個盒上面 有些公仔 就好像這裡有個聖誕樹 應該是撕出來可以做個裝飾 還是不知道怎樣 接著這些位置就有一些 哎呀 免得亂弄 弄到爛了 這裡有些雪花 看到嗎 接著這裡後面呢 就有一些禮物形狀 這個不知道是做什麼 好像可以幫我們貼上這個箱子 這個不玩了 放在一邊 很大塊 噔噔 這裡就是那個pr box 是一個 綠車來的 看看它將紙寫什麼 聖誕街節 讓lush為你帶來不一樣的禮物體驗 為大家新鮮送上這些退下包裝 或以升級再造平包裝的冬季限量產品 禮物盒更藏有驚喜 只要按照簡單的步驟組裝 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無邪的玩具 為家裡增添佳節氣氛 發揮你的創意 讓者可回收再造的禮物盒 一物多容減少浪費 步驟一就是 剛才我說的 把盒子上的玩具弄下來 就可以用來裝飾 步驟二 這個其實 原來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綠車來的 lush的綠車 剛才那條繩可以讓我們綁住 這個洞 這裡有兩個洞 如果你有小狗的話 就可以讓它拖著 又或者如果你有貓的話 把這些東西拿出來之後 這個盒子是讓貓貓玩的 它有個圖 如果是狗的話就這樣 這裡是個機 如果是貓就可以這樣用 我相信雲娜也會很喜歡 因為它很喜歡紙皮箱 我們回到這些箱的東西 看看有什麼 好像有很多東西 看看PR姐姐發給我的訊息 因為之前環保 不想浪費紙張 所以就這樣發揮給我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些不是法寶膠粒 這些是填充物料 叫Echo Flow 是水溶性的 用熱水可以沖溶它 不怕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傷害 但我現在就要在潛 裡面有什麼東西出來 第一塊是有一塊很大塊 聖誕老人的Buff Bomb 糟了 我怎麼拆它出來呢 一拆它出來 我怕它會掉了粉 隨便吧 試試拆給大家看 我怕會弄得很混亂 我預備先濕紙巾 好了 濕紙巾和紙巾都準備好了 我可以拆它們了 首先給大家看看這個 聖誕老人的氣泡蛋 很大塊 這個是Double Size 它平常普通的 還是有兩個呢 其實 有兩個 好像好可愛 這個樣子很搞笑 聖誕老人的樣子 雲尼拉已經開始離開了 我想它聞到很大的香味 它不是很喜歡 底層呢 底層是它的身 原來 看到它有一個Belt 組成這樣 好可愛 應該都是分開用的 應該不會一個Buff 用完兩塊 這樣 近一點看 好搞笑 但它的頭髮不知為何是惡膏了 我先收起來 整個大腿都是這些Buff乾的粉 這個味道 我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我嘗試一陣子Edit的時候 放回資料 寫下它是什麼味道 其實很香 不會分 現在這樣分不了 先擦一擦 然後第二個 這個呢 就是Jelly Face Mask Mudolf的Jelly Face Mask 它裡面是這樣的 像是那個鹿的鼻歌 而且很像Chocolate Pudding 味道也是Chocolate Pudding的那種味 哇 這些被小朋友看到很容易會吃 所以大家小心點 如果有一盤這樣的東西 放在桌面 我會以為是食物 因為真的是Chocolate Pudding 這個有什麼用的 Cleanse my face with coca powder orange oil and kaolin caoline tonight 這個我沒用過 我要上網找是怎樣用 但好像是一個清潔的面膜 然後這個就是Rose Argan 是一個Body Conditioner 現在旁邊這裡 它有寫了一些是怎樣用 太好了 因為之前那些沒有寫 我有時候是不知道怎樣用 他說是清潔了身體之後 好像塗Hair Conditioner 就是塗一個身 塗勻全身 輕輕按摩完 再沖洗乾淨 用毛巾輕輕印乾就可以了 這個成份有 玫瑰精華 巴西堅果油 拍雪葉 和雲尼拿 浸泡液 這個是很香的 但是是舒服的那些味 然後再看看有什麼 這裡 有支Rose Jam的Shower Gel 我超喜歡用Rose Jam的東西 我想大部分喜歡Lush的人 都會喜歡Rose Jam 除非你是不喜歡很女生的味 它這個是有瓶的 我還有一個Naked版的 還沒用在廁所 而且我也太喜歡這個味道 去買了一支Body Mist 所以我超喜歡Rose Jam這個味 如果大家還沒用過Lush的產品 我很建議大家去試一下 這個Rose Jam的洗澡液 應該大部分人都會喜歡這個味 而且它不是經常有 不過每年聖誕節它都可以賣 大家如果很喜歡這個味 就全訂貨 這個是聖誕老人的什麼 Strawberry Santa Soap 就是這樣選擇 我不拿它出來 因為拿它出來 拆了又會很離開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很有趣的聖誕老人包裝 它寫是Strawberry味 但包住了我就聞不到 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我特別review 也可以留言 留言 我知道可以用之前或者之後 寫下感覺 然後再report給大家聽 或者我可以放上IG 或者Story告訴大家 這個也是Soap 應該 就是蕃鹹 Golden Pure 聞到少少啤梨味 但不是很濃烈 因為都是包緊了 但它是一個有閃粉的 啤梨 其實也挺特別 因為很少找到啤梨味的 蕃鹹或者香味的東西 再等我試用完 看看喜不喜歡 我也挺喜歡啤梨味的 其實 還有很多東西 好像這裡 糟了 有一條Blue Tag 讓我們貼上紙盒上面的公仔 可以貼上去 或者貼在桌面做裝飾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盒 其實上次我去他們得福的購物 開啤梨時 那位BA姐姐已經講解了很多 他們的產品的理念 還有用法給我 所以我都很清楚他們的東西是怎樣用的 這條布 其實就是用來環保一點 不要用膠袋 還有買了他們的 可能bathbomb 蕃鹹 就可以用這條布包著 一來不用用膠袋 二來又可以漂亮一點 還有可以循環再用 這塊布 就是這樣的 它有很多款這些布 如果大家想去買這些布 用來收拾包袱的話 就可以去Lush看看 那這一盒是什麼呢 This gift was lovingly hand packed by Oshisu Team 他們的產品 其實後面經常有寫下 是哪個人做 或者是哪個Team幫忙 pack 那這個就是Oshisu Team親手 hand pack 我發現我要快快去趕上去 因為我的相機只剩下一格電 我再不說 它就沒有電 那給大家一齊看看 裡面呢 還是有些洗澡東西的 Going naked is better 也是有這些粒粒 然後裡面有一個 Bathbomb 這個叫做 Guardians of the Forest的Bathbomb 然後呢 這裡又有聖誕老人的 Naughty Elf Bubble Bar 這個就不是Soap來的 這個是Bubble Bar 用來做泡泡肉的 還有多一塊都是聖誕老人的Soap 剛剛 Strawberry的 這個我可能可以給朋友 或者做Giveaway 然後還有這個Butter Bear的Shower Jelly 這個我以往都有買過 但是是Face Wash 其實它就是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可以攤開 對了 其實它有一隻熊在裡面 你拿它出來 它應該可以攤成一隻熊 我現在不想觸碰它 因為我的手很髒 你就可以拿它出來擦身 或者撕一塊出來洗 這個味道 它說是Butter Bear 幸好也不太Butter 因為我不太喜歡Butter味 頭進北極小熊的懷抱 感受公平貿易 有機可可 之及伊蘭伊蘭的Hawu 對 原來是可可味的 這個 還有想說他們的產品 這些膠的物料 是百分百可以回收 還有有五個這些膠的盒 就可以拿回門市 獲贈一份新鮮的面膜一盒 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 所以用完這些鴉 就要留回去 快點快點 快點沒變 還有這個Sleepy 其實我還有 我還沒用完 去年我也有買 就是一個Body Lotion Sleepy的味道 就是 薰衣草的味道 燕麥和薰衣草的味道 是一個很溫的薰衣草的味道 很舒服 聞完會很想睡覺 我去年買的時候 有個女生在IG DM我 她說其實在美國走了很多間 都賣光 因為很好賣 這樣 聲稱 塗完後 都會好睡一點 但是 我的Sleeping Quality 一向都是屁股的 所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或者我下次睡不著 可以出來 塗一下 這一塊它沒有寫到是什麼 你看到 好像一塊白朱古力 我不是很肯定 它是不是massage bar 看WhatsApp 我找到這個資料 它是 小蜜蜂潤膚 bar 其實是一個蜂蜜和可可脂的東西 可以讓你按摩皮膚 做到磨砂的效果 不是效果 效果 我看到它裡面 其實是有些磨砂粒粒的 這個我沒試過 我會用一下再更新 然後有一個 就染到 這些條條都是變成黃色的 這一塊是什麼 這是什麼 哎呀 因為它融融的 你看它黏住了 它就是 我所說的Naked的包裝 沒有膠瓶的 沐浴露 應該是shower gel 黏住了 我一邊碰它 都一直在融 用紙巾包著它 這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味 有些好像青檸味 這個是聖誕的限量產品 總之它就是沐浴露 但是沒有那個包裝 你就可能用一個碗 或者用一個碗 放一個shower 你洗澡的時候 就這樣塗 用完就放進去 就環保一點 因為沒有用到膠瓶的 但它就不斷用了 其實 概念是好 不過 有時候是有點麻煩 終於找回WhatsApp了 這個就是 叫做 跳皮小鬼靈包裝 木浴乳 它最主要就是 紅棗汁 西柚精華 杏仁油 哎呀 你看這些 我之前在他們的商店裡有玩過 現在很瘋狂 它黏著 這些粒粒 先擦一擦 還有三支 叫做Bubble Brush 其實它們 類似 Bubble Bar 加 Bath Bomb 你開了一缸水 你拿這個東西 拿去撩一下 撩一下 就會弄到水 有些蠻綠色 就可以做一個Bath Art 這個 我上次去他們店裡 就有個小朋友在玩 就有一桶水 撩一下 那桶水就有很多番茄 它拿上來 就可以吹波波 所以如果 家裡有小朋友 就可以買這個 給它玩 這兩個 我想是有顏色 也可以當是 用來沖泡泡肉 對了 那有時間去玩 我去找一張紙巾 拿著它 應該沒有了吧 沒有了 拿走這些東西之後 你會看到 是貓爪板 真的可以給Wanela用 不錯 這裡很混亂 這個很早的聖誕禮物 已經被我unbox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用開Lush的東西 或者有沒有 什麼特別燒 特別想買來試呢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或者大家如果想知道 我用了某一個產品之後 有什麼感覺 或者你們想看看 泡泡泡是怎麼爆的 也留言告訴我 等我可以上載在Story 給大家看 大家記住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在Instagram 因為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 剪片放上youtube 大家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還沒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就subscribe我的channel 才走 如果subscribe了 也可以按那個bell button 我每次上載新片 大家都會用最快的時間知道 好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裡面是這樣的 嘩嘩嘩 聲好像bubble bar 用來沖 bubble ba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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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